老公,我去交一下水电费 哦,行,要找我拿钱是不是 不是,我有钱 孩子在睡觉 一会儿孩子醒了,你带一下就可以了 老公,家里洗衣机坏了 哦,早就坏了 我给你赚点钱 你买个新的吧 不用,我已经买了 一会儿你签收一下就行了 今天我妈过来 我去车站接一下她 要我送你去车站吗 不用,我已经考完驾照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弟弟啊 弟妹现在也上班了 也不和你要钱了 经济啊,你也越来越独立了 你不开心吗 是啊,我应该高兴啊 你说女人能做家务 能生孩子 还能开车 经济上再不依赖你们男人 还要你们男人做什么呢 就你这种啊,臭袜的乱扔 啥也不干的男人 弟妹哪天烦了 把你踹了,又能怎么样呢 弟弟啊,作为男人啊 多多少少 也让女人啊,在经济上 多依赖你一些 没有多啊,也有少 没有两千 也有一千 没有一千 也要有五百 你别管弟妹争多少 你也不能完全让她自力更生 自己自足呀 你想想 弟妹别的都会做 你除了会赚钱 还会干嘛呢 作为一个女人 在经济上不依赖你 在物质上不依赖你 在精神上也不依赖你 你还整天大男子主意 回到家 啥活也不干 还让她不开心 你说 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毕竟啊,谁也不缺祖宗